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怀孕的时候 常常会有安胎 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那大部分的话 都是在怀孕的过程中 有一些不太顺的地方 子宫收缩啊 或是出血的一个情形 那我也记得 在我住院医师的时候 在训练过程中 就是有一个妈妈 她很可怜 她大概十几周的时候 就被诊断是 子宫颈 必锁不全 那陆续都是一直在出血 所以就住院打安胎药 安胎针这样子 直到大概安到快三十周 已经比较大 比较安全的时候 有一天去看她 她就整个 忽然这样子 一直盯着我看 我心里想说 发生什么事 有点恐怖 我说今天还好吗 她说 医生 我真的没办法忍受了 我真的按不下去了 然后突然 手就把那个安胎针一拔 血就当墙在那边喷 然后当下我就要去抓她 没想到她就去往 旁边的医院那个墙 去撞 去撞墙 头先去撞墙之后 再去用肚子去撞墙 可是小弟 对 赶快就 赶快叫护理人员 一起来帮忙去制止她这样子 后来好不容易制止她 她就跪在地上 一直这样子 拜一直这样 拜说 医生让我拜托出院 拜托出院 拜托出院这样子 非常可怜 那后来我们就赶快 把她做约束 那请家属过来 那跟他们讲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那另外的话 就是因为觉得 她应该是真的非常忧郁 我们也会整身心科 帮她看一下这样子 那后来确实是有 有忧郁这样子 那可能住了太久 就诱发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但是毕竟还是得安胎 因为她一不打安胎针 就开始流血 后来我们就只好跟她讲说 我们那个药 我们慢慢把它调下来看看好了 如果调下来都OK 你就可以出院 那如果状况都没有比较好 我们再把它维持下去 这样子脸红带片这样 好不容易撑到37周的时候 足月赶快就让她生了 不过生完她还是产后忧郁 所以那个家属其实蛮辛苦的 那是我们遇到一个 比较可怕的一个状况 就是直接肚子去撞 还好是没有影响到 宝宝的一个状况 那不过有的时候在医院 我们就是会碰到一些 比辟异 比较恐怖的一些事情 那我记得有一次是那个 就是外面诊所转来的产妇 那她的话就是因为产后大出血 那那个状况就蛮危急的 血压很低 所以从外面诊所赶快转到 医学中心来嘛 那当下就是帮她处理好之后 我们就会送那个ICU 加护病房 那送到加护病房以后 因为她那种不用插管 所以基本上她人是 在加护病房里面相对比较清醒的 大概隔了两三天 整个人比较恢复之后 我们就说 最近状况还好吗 她说医生 为什么医院可以养猫 我心里想什么叫养猫 医院不能养猫 我说医院当然不能养猫 也不能养动物 她说 我前几天看到 对面那个阿伯 他肩膀那边有一只黑猫 黑猫一直说要把阿伯带走 我们心里就一阵猫 黑猫会讲话呀 没想到隔了两天以后 阿伯真的走 为什么 但是我们那时候心里想说 有点毛但想说因为住在 加护病房有时候住久了 那个神志会有点不清 那有时候会讲一些有的没的这样子 那后来她就转到 转到单人病房去休养 那因为她自己在休养 所以也没有照顾宝宝这样子 那我们去看她的时候 她神志比较清楚了 我们就说 那个小姐你还记得 你那个时候看到那个黑猫的这件事情吗 她说什么黑猫 我不记得啦 没有这样的事啊 不过我最近很奇怪 你们旁边那个产妇的小朋友 一直吵一直吵 我没办法睡觉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她住的是单人房 隔壁也是单人房 那隔壁的单人房 是妇科开刀的病人 不是产妇 所以基本上没有宝宝 没有宝宝 她说已经吵了两三个晚上 那个宝宝一直哭一直哭 让我没办法好好休息 后来我就问产房这样子 产房说 你不知道 那个单人病房的后面 有一个小空间 是我们的产房后方 会摆那个 嬴产过后的死胎 或者是鸡胎的一个位置 那那种宝宝往生 我们就是先会放在那个地方 所以也会有念佛经这样子 对 那我们就看 可是最近没有来嬴产的 也没有死胎 所以她听到那个宝宝的哭声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实在是不得 所以在听到这件事情以后 我跟学弟妹大概 一整个礼拜都不敢靠近那个位置 真的 实在是非常可怕 好灵异喔 其实在医院里面 那个开刀房那个鬼故事 真的是一大堆 我之前也遇到过 之前我还在值班的时候 那个半夜 就是寂寞室来一个病人 尤其是阿公 他就跌倒 撞到头一个六公分的伤口 那寂寞室就说 这个伤口太长了 请我们开刀房去缝 我说好啊 那时候半夜两点多 我跟他呼吁小姐 把病人带进去嘛 我说那伯伯 我跟他请你躺上去 因为我们有个手术床嘛 躺上去 那伯伯就说 伯伯 这边啊 这边啊 躺上去啊 你不躺上去 我们怎么帮你准备 那伯伯又还是不动 我就说 我们以为他重听你知道吗 小姐就讲得很大声说 因为其实大夜半被叫起来 就是大家 那个小姐的心情也不是很爽 对 伯伯 你快点躺啦 不要浪费时间好不好 伯伯就翻脸喔 伯伯说 你也很奇怪 那边就还有人 那躺在那边 你叫我 他还没起来 你叫我 你叫我台湾去干嘛 那他还在那边 你一直叫我躺上去 你叫他先起来啊 我看啦 然后我们就 就没人嘛 然后我就跟那伯伯小姐 两个就互相瞪一眼 我说 不好意思 那个我就跟那小姐说 那个灯关的 我们换别人 好可怕喔 当场不敢用这一句 真的是有些患者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是气场还是怎样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他们可能没有在医院之前 没这个事 因为你刚才说 让我想到之前 又有一个阿婆也是啊 有一次那部理师就说 那个住某一床的阿婆 有一天就跟护理师说 你去叫那个 旁边那个医生来 叫他来 他就说 阿婆有什么事情 我帮你处理 医生正在处理别的事情 没有 你叫他来 叫他来 他说怎样 你叫他来就对了 后来就把那个医生叫来 他指的那个医生叫来 他说 做医生的人 要有爱心 你旁边那个小朋友一直在问你 问题都不回答 好可怕喔 旁边的小朋友啊 还有小朋友 他问我什么问题 你刚刚他问了说 他爸爸妈妈去哪里 然后那个医生就 只好就对着那个 阿婆指的那个方向就说 他们在地下二楼 你赶快去找他们 就是那是一场车祸 Sherry 好可怕喔 这什么 就是那是一场车祸 好可怕 车祸 然后爸爸妈妈可能DOA 就是死 就Oka嘛 来之前就已经那个 所以虽然有送来 但没救起来 已经先那个在太平洋街 然后小孩子虽然有抢救话 也没救回来 虽然不是同时间那个 然后可能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同时间 小朋友可能没跟上来什么 所以就跟在最后 帮他处理的 在一直在问 他要找他爸妈 是 毛毛的 还讲一个毛毛的笑话 好 你们会不会互相整对方 因为一直听说 你们会互相整对方 就是有时候半夜的时候 譬如说学弟可能电梯打开 然后你再等电梯 然后就电梯 都只有学弟一个人 然后打开的时候就说 学弟 吓死 满了 不是红的吗 对啊 因为其实因为很常遇到这种状况 也很可怕 那其实急诊室是一个是非之地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遇到一对病人 被送来急诊 在一个类似快炒店 然后他们是一群兄弟 在快炒店喝 那就喝喝酒 和饵饿的时候 老大忽然 就是开始脾气 还有他的那个意识状态 变得很混乱 然后他也 然后要打小弟 本来大家都喝得很开心 所以旁边就觉得 怎么会忽然这样子 另外一个兄弟就跟他说 我有学过 我会解 我来帮他解 结果没想到 他一解 两个一起发疯 两个就真的是 就是 就是砸人家的电 两个就是几乎是大早当 那其他人真的受不了了 就把他送来急诊 那其实我们一看 就是发酒疯嘛 对 所以就送来急诊 那其实他在急诊就开始闹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保护室 其实对一些 就是精神疾患 急诊 我们其实会有一个 保护约束的地方 一个独立的空间 也不会去干扰到 其他的病人 我们就把那两个 安抚到 就是压制在床上 然后推到那个保护室里面 去做一个保护性的约束 就稍微把他约束起来 可是你可以听到 就是虽然他们关在里面 可是里面的叫啊闹啊 就是非常激动 那我就开始听到 他们有一个道行更高的师傅 我就在那边看诊 结果真的就请来了一个师傅 我就把那个师傅当成家属 就让他进去看他们这样 所以你就听到 喵喵喵的声音 他们就在那个空间里面 真的帮他念之后 还有做了一些仿 就是简单的帮他 做了一些仿式之后 我就看后来 里面那个吵闹啊 真的声音就慢慢不见了 真的哦 对 然后那个师傅就出来 然后我还看到 就是他们其他的小弟 就是拿了钱给师傅 师傅就扶袖承而去这样子 对 然后其他小弟就说 医师你看 我就说就中邪吧 打师一来 那个两个人就在里面 就都稳定了这样子 是正DG 我刚刚打了正DG 对 怎么让那个道师以为 他真的有这个特殊 对啊 真是太厉害了 不过医院真的常常发生 很多有趣的事情 或者是恐怖的事情 之前我看那个 阿凯老师的脸书 他说就是 他在那个就是医院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阿嬷 然后阿嬷就在等看诊 然后阿嬷就打电话 就回家 回家去跟孙女讲话 然后讲这样之后 阿嬷就说 他叫爷爷来听好了 然后说起那边就说 爷爷... 你快来听啦 阿嬷要挂了 结果这边阿嬷就说 还没有... 阿嬷还没有要挂 对 就这样讲的时候 他看着的时候 他就一直笑一笑 因为觉得太有趣了 我只能说 医院真的是 就是真的看尽人生百态 你们也辛苦了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分享 谢谢 记得下来妈妈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发现 其实有很多营养素是来自食物 是最好的 然后包括譬如说 很多营养素都觉得超米很好 所以很多妈妈应该像我一样 就是我们改来吃超米好了 因为这个小baby四到六个月的时候 我们给他吃副食品 那很多家长就觉得 变本优先 是 那在过去的观念 他可能就会先做一些米糊 或者是一些这个稀饭粥 那因为超米比较营养 他们就决定用超米当作 这个主食的基底 问题是量太大了 所以吃一口超米没问题 两口超米没问题 吃一整杯 的确有一些小孩 不是每一个 但有些小孩 他就会有一点轻微的腹瀉 是 屁股有比较红乎一点 纤维过多了 那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 我们鼓励四到六个月是 少量多样化 所以你可以吃超米 那你量不要那么多嘛 那不要有那种 这个完美主义 这一杯一定要帮你喂完 那这样有可能就会让你的孩子 没有办法适应 那我想如果是 少量多样化的状况下 那你的各种食物都均衡地吃 你的肠胃大概不会有问题 如果你孩子已经是八个月十个月 他就真的很爱 吃稀饭他会很开心 那这个时候也许你家的超米 就可以稍微减量 比如说他吃一整碗超米 那他隔天就会有点轻微的腹瀉 那你就是被人拌碗 比如说白米跟超米混 或你改成胚芽米 总而言之呢 每一个孩子状况都不一样 慢慢来 那等到他的肠胃更健壮 可以消化更多的这些纤维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量增加 了解 别忘了订阅妈妈好神 YouTube频道 还有按下铃铛 让你及时收看最新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点选旁边这些影片 YouTube频道